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去到元朗都会趁一下热闹 去一些老字号饼家买一些老婆饼 皮蛋酥、医下肚和做手术 这间饼家有六十年历史 现时饼家有低代传人 借老先生打理 到底他是何时接受家族生意的呢 13岁的时候 家父开一间饼店 没什么要做,有空每天都去那里帮忙 那时17岁就家父过世 所以因为我最大 以儿子来说,我最大 所以就要去店铺接这盆生意做 我们最先… 因为那时候没有什么材料 只有一些绿豆粉、糖、绿豆 最先做杏仁饼 那时候物资很少 有什么材料就做什么饼 所以那时候做饼很简单 以前煮蓮蓉 煮蓮蓉是用手来剷的 第一个月,师傅都能耐心 那时候他们没力 那些东西就不漂亮了 因为做生意的东西 我们觉得 什么都一定有一个标准 不可以说 早上的东西就漂亮 晚上的东西就差一点 那就是唯有自己想法机器 一路买一些汽车零件 一些波箱等东西来做 这样都搞了三、四个月 慢慢都搞到两、三点了 那始终成功了 那些东西就有标准了 这些东西就有两种楼 一种是新式的,这些是瑞典 一种是最古老的,香港做的 叫南方楼 这种楼我们都60年到 可以用到家下了 因为它是什么呢? 它是明火的 即是烘钟饼是最漂亮的 所以每一样东西 工具很重要… 所以不是说你省电就可以 不是这样的 这个是阿杰仔 他爸爸液根林 我想有50年前在这里工作 所以他说来这里工作 我很开心 因为主要是全家都是做这一行 入到这一行 才发现原来他们所说的东西 是很有趣的,很有趣的 所以令我很喜欢这一行 你什么都要尝试去做 有时候可能会失败 但你失败了之后 你再做成功 你会有很大的满足感 他人很純 亦说做事都不计较 什么都肯做 而且他对这行业也有兴趣 有兴趣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有这些人来接手 我今年81岁了 没有想过 第一,也能做得到 而且习惯了 有很多朋友和熟客 有些光顾几十年 他们也来的 不停的 有些第二代、第三代 他们也来的 尽量做好病 那些客人吃得很开心 那我们就很开心 所以老客人来到 看到他们几十年来这些树 变成自己很开心 所以就坐在那边看看 就更开心